众所周知,NBA是篮球领域的最高变堂,我们就不说詹姆斯、库里以及杜兰克这样的超级巨星,也不谈沃尔、比尔、海沃德这样级别的球星。 即使是克拉克森、安德森以及J.R.史密斯等角色球员,年轻也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。 因此,能在NBA打上球的人,都有一定的资产。 对于他们来说,换女人、换车子甚至换房子都是家常便饭,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几位巨星的卖房子的意识。 4.德龙纽约标价3500万豪宅无人买,作为05年的碳花秀。 德龙、威廉姆斯和保罗一时雨量,并被誉为最完美的空位母版。 早期的德龙实力强劲,是姚曼时期火箭队的苦主,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频繁的伤病,德龙迅速雨落。 不过在联盟的这么多年,德龙存下了不少钱,在多处都有房产。 前年在小牛签下德龙之后,于是将在纽约的豪宅出售,定价高达3350万美元。 这个价格在美国绝对是顶级豪宅了,因此迟迟没有有缘人前来购买,即使后来多次下调价格,依旧无法出售。 3. 加内特出售波士顿房产狼王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银银苏达。 终于在2008年,为了心中的冠军梦来到了波士顿。 在这里,加内特携手皮尔斯、雷阿伦以及龙多等人夺得总冠军。 不过遗憾的是,凯尔特人队为了继续保持竞争力,在13年夏天交易了加内特。 新灰玉冷的加内特将巴士顿的房产出售,标价485万美元。 而最后,这座豪宅以360多万价格成交,这比他原先买来的时候低了将近100万美元。 2. 科比房子转手赚440万。 作为无数中国球迷的青春回忆,科比的20年征战生涯堪称传奇,总薪水3.28亿美元区居加内特之后,位列联盟所有球员第二。 不仅仅是篮球场上捞金无数,科比厂下的代言费也有很多,豪宅,好车应有尽有,不过房子太多了也应付不过来。 2013年科比就以86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套位于纽多特的豪宅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科比从中获利440万美元。 1. 乔丹房子6年仍未卖出去,站在篮球之巅的乔丹,可谓是无数人心中的楷模。 生涯6次总决赛MVP,5次常规赛MVP以及10次得分王的荣誉,让人难以望习向背。 退役后,他的Layer Jordan依旧让他挣得盆满多赢,手下豪宅无数。 不过就在2012年,乔丹将之价格的豪宅已经1500万美元的价格挂牌出售。 但遗憾的是,别人可不吃乔丹这一套,整整6年过去了,这套房子还未有下家。